还剩下一个红色的信封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里面的内容 OK 三 二 一 享受掌声 谢谢 所以无论我们到哪一个到最后 你打开的应该都是表达掌声这个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运气比较好 你是不是猜到我们会把红色留下来啊 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不是我没看到你的那个魔术的魔在哪呢 我看不到那个亮点在哪呢 石头哥 如果你问他这个魔术是啥意思 观众都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证明这个魔术就不成功 没有我以为魔术还没开始呢 还要一个更傻 你看你看提出问题全老年人 你看我们都看懂了 对就是他的那个点就是最后一个信封 一定是享受掌声这个意思 谢谢 是一个老手 这个是你要接下来要变的吗 其实我想找一个现场的老板上来跟我做一个互动 所以我准备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你来选一位我们的企业家吧 请我们的赵总把就 可以吗 好 来小叶 我老觉得这种时候叫我是因为我看起来比较傻 你是说傻白甜更容易被变吗 没有人家意向企业是盈朗文化了 小叶姐特别期待刚才遗憾不要错过 接下来呢我这里呢有一副扑克牌啊扑克牌大家都肯定都不陌生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随便挑一张你喜欢的牌出来就可以了 可以拿出来给现场的人看一下对 然后呢为了确认它成为独一无二的一张扑克牌呢 帮我在上面签名 对在正面我可以看到没有关系对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你的签名 对是一个叶字画了圈 而且是一张很大的牌 红星A对吧 接下来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把它折起来像这样子 现在伸出你的一只手给我 然后握起来 好保持个姿势不要动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再随便的像这样子洗一下 因为我还需要挑一张扑克牌出来 看一下是一张哦 方片勾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对吧 把它放在这里 把它折起来 这样把它放在我的左手 伸出你的那只手 我只需要念我的口号 非女莫属求职成功 因为发现呢 你刚刚的签名牌 红星A哇 他又跑到我这边来了 哇哇 真的 我刚刚看他放的时候 也绝不是这一招 如果太厉害了 如果没有错的话 你的手上应该是我刚选的方片勾 这个好厉害啊 哇 真的 方片勾 真的真的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谢谢你们 谢谢 是一个老手 那这个我就 有做纪念了 哎 东叔 你现在还要建议他去别的技能吗 我觉得 不错 很专业很专业 我愿意 请他 比如说我们开晚会啊 什么之类的 请他来 我再给他 点个赞 他其实挑了 胳膊上就是衣服最少的 其实他这个难度还是挺高的 是最有诚信力的 我觉得他是基于这个挑的人 所以他做的特别好 给你点赞 谢谢 非常棒 以后有活动的嘛 可以找一下我们这位魔术师 小胡 胡佳能先生 第一环节 企业家们来吧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还有三盏灯留下 进入到胡佳能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拜拜